五月是一个充满绿意和生机的季节 五月的周末都可以去哪儿玩呢 那今天就请总台记者带着我们去感受去发现 这段时间新疆阿勒泰持续登上了热搜 也成为了很多人心知向往的地方 那提到阿勒泰就不得不提地处阿尔泰山中段的喀纳斯景区 这里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景观 那这些天已经有很多的游客前往这里了 感受山水之美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正在喀纳斯景区的总台记者刘菲菲 我们有请菲菲带着我们去领略感受一下喀纳斯之美 好的 苗凯 我现在就是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喀纳斯景区 这里也被称为是人间净土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 看到我的身后远处的雪山 就是阿尔泰山的最高峰 有一峰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海拔是2050米 这里也是观赏喀纳斯湖的一个最佳的观景地 关于台 关于台与喀纳斯湖面的垂直落差是有600多米 那从这里俯瞰喀纳斯湖 喀纳斯湖面如镜 像翡翠一样镶嵌在重山峻岭之中 那如果游客想要到达我这个位置呢 是需要徒步从山下1068级台阶 我大致算了一下 因为游客有的可能要一边拍照打卡 一边欣赏风景 或者是边走边停 大概呢半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我现在的这个位置 那景区呢为了控制上山的人数啊 保持这个上山通道的这个安全畅通呢 是进行了限流措施 每小时呢只允许600人上山 这也是为了提升大家的这个游览的体验 徒步上山的这个路程呢 虽然是非常的辛苦啊 但是呢登上了这样的一个顶峰 看到这样绝美的风光呢 一定不会觉得是一件吃亏的事情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值得 那我现在所在这个观游台呢 我们可以看见游客是在360度的打卡拍照 因为在这里每一个角度呢都是一处风景 大家最喜欢拍照的地方 一定就是我背后的这个卡纳斯湖了 那卡纳斯湖也被称为是变色湖 在不同的时候到这里来看 这个湖面啊是有不同的颜色 有的时候呢是青灰色 有的时候是碧绿色 还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木绿色 甚至会出现乳白色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是因为啊不同的季节的太阳高度 光线不同 还有这个山体的颜色不同 以及不同的水面 它所含有的这个矿物质不同 那这也给这个卡纳斯湖增添了更多的韵味 那游客呢除了在这里啊可以欣赏到这个登高远眺 欣赏到山景湖景之外呢 还可以去这个山脚下的丛林里 草地上去走一走 骑骑马 也可以沿着卡纳斯湖向外延伸的神仙湾 月亮湾还有沃龙湾去打卡拍照 可以说是弯弯有美景 井井各相异 还可以呢去当地世代居住在这里的 当地的蒙古族图瓦人家里做客 去看一看民俗还有飞夷表演 那其实啊现在五月呢 还并不是卡纳斯真正的旺季 真正的旺季要到暑期六月七月和八月 那这些天呢因为阿勒泰实在是太火爆了 所以很多游客呢已经是提前来到这里游玩欣赏 我们在这里既能看到很多新郊以外的游客 也可以看到很多新疆本地的游客 那本地游客这个时候来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错峰之选 景区今天给我的一个数据显示啊 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二十四号 今年这个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呢 接待的游客已经是超过了这个二十万的人 那本地的游客的数量呢 也是在激增 于去年同期相比呢超过了是一倍多 而这个整个的这个游客数量 与去年同期相比呢是达到了这个增长了约三十 百分之三十 那今天啊就是刚刚景区的工作人员给我的一个数据显示 就是预计今天要在这个堪纳斯景区游玩的游客呢 是会这个超过两万人 可以说是近期的一个小高峰 那我们这些天也看到很多自驾而来的游客 那景区呢为了方便这个自驾游客呢 也是做出了一些服务性的措施 比如说呢优化了入园的环节 减少这个自驾车乘客这个换乘的次数 还这个让他们在停车场呢 就可以直接减票入园 可以说是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说进入这个景区之后呢 就不再可以不可以再开车了 因为景区的道路呢相对的狭窄 而且呢很多的山路 那我们怎么去各个景点去看呢 可以是徒步也可以坐区间车 我特别提的值得提的是呢 这个区间车非常有特色 是每辆车都有自己专属的图案 有的是动物图案 有的是花的图案 那我今天所做的这辆区间车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山茶花的图案 山茶花的这个背景呢 是这个卧龙湾 我刚才说的卧龙湾 上面还有一个温馨提示 保管好随身的物品 如果说我把我的物品 纳在了我所乘坐的这个区间车上 我只要告诉管理人员 哎我今天乘坐的是山茶花车 就能快速定位 找到我所乘坐的那辆车 以便我及时找到我的一个物品 仪式的物品 那在最后呢 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呀 这个为了最大限度的 保护好这里的美景呢 卡纳斯的这个整个景区 是实施一个限流的措施 卡纳斯景区所有的地方 包括附近的白哈巴村 还有这个和睦村 都是每天的接纳的最多的游客 数量的是3.5万人左右 所以如果你要想来 卡纳斯游玩一定记得提前预约 那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呀 要注意这里的天气变化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的 现在呢穿的是一件薄薄的羽绒服 今天呢山上的风非常的大 最高气温也不过就十来度 而且呢 卡纳斯的天啊 就像孩子的脸一样 说变就变 这些天我也是经常会遇到 这个急雨的情况 而且今天也有可能 一会儿就会下雨 所以呢来到卡纳斯游玩 一定记得要背好雨具 穿上一件厚厚的外套 这样就可以来尽情的欣赏 这里的人间仙性之美了 好的 苗凯我在新疆 卡纳斯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以上是本来记者刘飞飞 从新疆卡纳斯景区 给我们带来的推介和介绍 还有温馨提示 再次请回到新疆卡纳斯游玩